最近网购有点烦 LVG条规让我有点乱 少过500要10% 多过500要更多 是几多我不知 不看没事越看越慌啊 还是打开天线宝宝压压惊 这压升器挺不错 原来是Dolby Atmos调效 加上如此大的屏幕 11.4寸还有2.4K分辨率 天线宝宝一看便知道是公式膜 7比5这比例 在业界里可以说是寥寥无解 为什么呢 因为没人要 不是 是没人做 也因为这个比例 在阅读书籍的时候 能够显示更多内容 再加上90赫兹高刷 看起来更加顺畅 突然有个人叫做莱茵 他很认真 硬硬的要保护我的眼睛 蓝光护眼 就看Bray眼 Color OS 14有多强大 Content scene 当手机和平板连接后 手机收到的照片可以直接展示在平板上 也能直接口碑连贴内容到你的平板内 还有一个叫Apps Relay 如果在手机看戏看到一半你想转去大屏也可以透过这一项技术直接放到平板上面观看 看到一半突然想叫鸡来吃 才发现Oppo UI真好用 在什么应用开着的情况下都能打开服窗 而且特别的Flexible AnyApp都可以直接加入这个服窗模式 我的鸡来啦我的外卖到了 一边追剧一边吃鸡是多么享受的一件事情 吃完鸡后当然晚上也要来场鸡 把鸡一开还能四三开 人头随便松 头头还以为是我鸡不如人 后来发现是鸡不如人 换个原神玩玩看 才知道天机G99真是可以哦 龙王随便撤 竟然还能五五开 玩到一半突然感觉 刚刚吃的鸡好像要从南北爸爸出来了 我才知道 Oppo Pad Neo的续航很惊人 8000毫安电池 还有33瓦Superwork 娱乐方面的确无可挑剔 在相机还给你两条8 800万像素自拍镜头跟主摄镜头 让你可以 Videocode还是拍照都非常方便 由于它的外观是采用灰色磨砂 Alpha Grey的质感 带到哪里都感觉特别的高端大气 很好看 这样的一个阵容 让我拿着平板 突然感觉我好像大学生 但我觉得这台Pad就这样而已吧 诶 还能加入4G LTE SIM Card 8加128 只要这个价 诶 还不错 还能插SIM 还有Wi-Fi 这样的一台Pad 让我越看越爱不释手 那么多了 都不要还能用 诶 说 说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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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